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時間有我來自澳洲的震別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望又好 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說說 留下建設性留言都沒用了,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加拿大 2024年這個預算案提出 他講得挺好聽的 叫做改革 資本利得稅的改革 並且預計 令到更有錢 令到最富有的加拿大人 給更加多的稅 這項 很有社會意義的風味 什麼風味? 十二度風味? 均富 大家要均富 不可以均衡 對 你能賺得多當然要付得多 根據社會主義 但是有人就不想見到 當然 他說 不只是有錢人 你不要忘記 他除了有錢人 不然加拿大的稅 都高 不然加拿大的稅 可能到你了 其實這個財政預算有幾大重點 其中一個就是稅 稅 政府在預算案當中提出 要求 在加拿大最富有的人支付更加多的稅款 那就是帶來新的收入 用在各項的政策支出 這個加拿大財長方惠蘭 他也公佈了 2024年 在預算案 宣佈 是 大撒幣 大撒幣是升級多項的福利 當然 你花錢當然要 收入價 增加 付人稅 而且 口號就是 令更多人 擠身中產階級 這個也挺好笑的 你更多人 擠身中產階級 你看看 當地經濟 不是 你要 手動 或者是硬來的 是吧 令更多人 擠身 這個 中產階級 會不會 更多人 本來都是 更加有錢的人 現在跌回到中產 這就是他們擔心的 所以看到 各大的現在網站 都是轉發這條新聞 他們也說 在全國經濟 現在處復甦的關鍵時期 這個預算案 是引來了大量 現在港人的關注 尤其是今年通脹數據 也都出來了 還在升 方惠蘭就說 這次 預算案 是為了幫 這些 在加拿大千禧 和Z世代 擠身 中產階級 的一個公平機會 預計未來六年內 原來財政計劃 就是用這個計劃之下 就會 是有392億加幣的 正薪支出 正的薪支出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財政預算案 也有幾大的重點 其中一個就是 稅收 加拿大政府就要求 是 加拿大最富有的人 多些交水 就為了 帶來新的收入 用在各種的支出 為了在 不超出 財政赤字的目標下 其實政府 亦都要完成 各種新的 政策 實施 亦都需要支出來源 當然你花錢沒理由是沒有來源 好像卓偉斯那麼蠢 搞到上位都沒有了 他那個很經典的案例 沒錯 這次都是他們 瞄準最有錢加拿大人的 投資利潤 當然 為什麼有些港人 都是出聲 其實 加拿大的港人也挺有錢 也挺有錢 新移民也有些是帶了錢去 帶了錢去 當然 他帶了錢去不代表 一定要交稅 你就看看為什麼 原來 你的入息如果符合標準 我不是要交 是這麼簡單 沒錯 別打算 走一些孔孔啦啦 陷著 不能 看到 都是有很多人有錢的 你別說去加拿大人 你知道 BNO祖國 他的Visa要求比較低 所以我們經常說 去加拿大 澳洲那批人 看上去 好像 有錢人好像比較多 當然有些BNO祖國也有 這個也不奇怪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始終 平均水平 因為他有些水平很低 你知道BNO祖國有些是10萬元 港幣 都去的 一家人 是的 平均水平應該是 美加和澳紐那批可能會高一點 加拿大政府現在鎖定是 最有錢的 是0.13% 那些人的身上 通過增加資本 利得 包含 包含率 是來提高 稅收的 而且這次落重手 原來本利已經很禁 如果你投資收入 25萬加幣及以上的人 部分 的稅收就會 55%升到67% 三分之二的稅 為什麼 我一看到這宗新聞 我就 想起一個人 我想起劉細良 因為他很貴有錢 賣 賣了一層樓好像都過千萬 而且他 身材有道 是不是 你不要說很多黃油KOL有多有錢 加拿大那批很有錢 也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收入 剛好是25萬 他的稅就會 12.5萬 加幣 變成 15.8萬 加幣 這個數字 這裏的資本收益 包括不僅限於股票 一說起 股票有很多港人炒股 還有公司或個人信託基金 還有 這件事 嚇唬很多人 就是賣屋的收入 賣屋收入 沒有一行面 新稅率適用於2024年 25日 或者 以後 是實現的收益 預計這項 稅收將會影響全國 百分之十二的公司 和年收入 在142萬 加幣上下的加拿大人 但是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還有一類 是有房一族 這次可能 亦不會被 發縱被精髓 你記住被發縱 連是賣屋的收入也算 當然暫時可能我理解錯 但我看到英文的文本應該是這樣 所以 其他可能 很多人就涉足不了 但是 賣屋 賣房屋 其實都很多是 港人有做的事 現在港人做的事 所以他們 擔心都正常 我想起一個人 鄭敬基 叫他出來 因為他說要選 現在這些港人那麼害怕 那麼高稅 亦有手足就說 萬歲之國 其實不單止 是那些有米的 現在手足港人 一位 舊現在港人 這個某網台的 Cocodyne 那位阿哥 他都稱加拿大萬歲之國 因為他是加拿大公民 他都說 是個萬歲國家 原來67%的投資利潤稅 他對於加拿大 出售自住物業的收益 是不算 但是投資房 就不一定 當然 現在仍是初稿 你記住 他可能後面仍是修改的 我講明 現在仍是初步 我都刨了這個方惠蘭 那些東西 看了一晚 那些難益 是 現在 不單止是港人 其實 現在大陸人 全部那些 移民加拿大的華人 都是在說 這件事 因為擔心 發縱自己 你記住 自住樓是不算的 但是 投資樓 其實很多人都有 都有的 那再看 那 舉個例 舉個例 你記住 你 不是自住房屋賣 是 其實 他投資房 但是你想想 如果買房子 收益超過25萬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你收益超過25萬 你就糟糕了 那你就沒有了67%的收入 沒有了3分之2 舉個例 比如 這個媒體也舉例 比如一個 他住在多倫多高收入人士年薪是40萬架子 同時賣了第2套房 賺了30萬架子 按照 現在這個稅率 他就要 交15萬的稅 但是明年開始 就要交16萬 因為 這部分人的收入落在高收入區間 就是有聯邦加省級的稅率 他還要是多交4461元加幣 那麼 之前 小道路多政府 一再承諾 不會對加拿大中產 是增稅的 這個預算案其實都算是 給了答案 方惠蘭也說 這個變化 99.87%的加拿大人 是不會有影響的 也不會影響加拿大 企業的競爭力 但是 為什麼呢 看到有些 現在手足說 當然了 有錢那些 聰明那些 加拿大人都走了美國 馬爾龍 即是馬斯克 即使是這樣 加拿大 當然 還有一件事 是 你知道 其實有 有些人 就是 喜歡 剩下幾匪煙 原來 除此聯邦 政府也提高了 煙水 為未來5年 帶來13.6億加幣的稅收 並且把電子煙的消費稅提高到12% 就有3億1000萬的收入 雖然是這樣 但是加拿大政府 也是大刀斧斧地改革 房屋 和 醫療政策 預算赤字 比預算 預想中的 大 根據這個預算報告 2024-25年的 財政年度 聯邦赤字 398億加幣 25-26年 389億加幣 並且隨著 資口3年就跌 到200-29年就跌 到200億加幣左右 方惠蘭 預計 這個財政年度 加拿大會出現400億加幣的赤字 聯邦政府未來5年的 支出比計劃是多529億加幣 並且 聯邦公共債務費用 預計在200-29年財政年度會增加到643億加幣 當然 有人說 現在加拿大政府債台 高速 現在 宣佈是增稅 打算填肚 那究竟可以填多少呢 可以撐多久呢 不用你擔心的 反正你也是要交 是吧 因為之前也是有一批 我記得有一個是KOL 他挺搞笑的 他 本來就移民了加拿大 但是 加拿大稅有高 收入 他收入也不高 而且租樓 結果 因為他有BNO 他去了BNO祖國 那之前我們都說過 因為稅收 還有是就業 各方面的 也都令到一些新移民 是逃走的 那看回 方惠蘭 那他一開始就 口號說得很大 就是為幾百萬 加拿大年輕人 躺開一對變成中產階級的大門 很多經濟學家 很搞笑的 加拿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於這個預算案是保持悲觀態度 就說政府幾乎 不提高 如何增加資本投資和 提高生產率 因為 富人都是一小部分 所以為什麼那些 手足鏡 為你現在發佈富人 之後你再說不夠 會不會連中產你都動手 當然有米那些就不用說了 肯定這次就來一鑊 之後 他不能填 因為他還要加大開支 那 究竟會不會再發佈他們一鑊 不出奇 不出奇 其實很簡單 我想到一招很絕的 你讀書 你首先 就要給 保證金放入銀行之後 等他投資 等政府幫你投資 以前有些移民計劃都是這樣 是一個 投資 以前 以前澳洲都好像試過一段時間 很久之前 而且是一些州份 不是聯邦政府 另外 這個 加稅 是個危險的信號 所以加幣 他一說出來 馬上 拍一聲 跌了 而且是五年跌 現在北美市場 美金對加指 當然美金也強 也升了 0.34% 加幣累積跌幅 1.9% 當然經濟學家就說 如果央行真是降息的話 並且 速度和幅度都沒有 比國大 加幣跌得更厲害 很多人也盼望著 央行降息 但是看著加幣的走向 如果 降息力度和速度 掌握不好 加拿大的 現在貨幣可能會崩潰 你說 你不要對加息 太高的 寄望 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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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大的寄望 失望 失望的機會居多 幸好我對澳洲 一向減息 沒有什麼寄望 因為 看到整個世 你叫我 整個世 相當地不靈 所以 沒有 沒有寄望 沒有寄望 當然 加稅 大家都 你要看看 他就說 中產是發不到 但你不要忘記買買房屋 投資房就可能發到很多人 當然 現在那批 應該就 不是很多人發中 但是舊那批就厲害了 以前90年代 在香港移民過去 其實很多人都投資房 那批人很有錢 包括這個鄭京漢 那些支持 很有錢的 鄭京漢 一年可以籌過千萬 很多溫哥華的人 是捐錢給他 鄭京漢 亦都被稱為 網台界 籌旗之王 一籌旗 舉之旗出來 就很厲害了 現在市場 預測加拿大 和美國的加息 步伐 可能一致 加拿大打算 6月就降息 6月降息 可能是50% 年內降息 還會降兩次 行不行 這件事我就覺得 相當地冒險 但是對於有些人來說 福利亦都增加 但是你記住 福利增加 我們經常問一句話 就是錢從何來 錢從何來 是不是 當然 他也說我們都有一些 支持加拿大企業的措施 原來他們就說 就會撥20億加幣 在26到27年增加 對於 是具股權資格 企業家和非主要中心 外 企業家的風險投資 訪問 訪問了 還用多25億加幣 就是 實施新的 可退稅 稅收底面 當然 你用 你搞這些幾個東西 但是 你加得那麼金的話 很多人都覺得貌似 就沒什麼用 所以 這件事 大家 自己想 還有 你知道 這個預算案也保留了 對於個人出售小型企業 符合資格農場 還有是漁業資產的 終身 資本利得稅 減免的措施 這樣說 當然 值得注意的是 出售主要的住宅 仍然 主要住宅是指自住房 仍然是免徵 在資本利得稅 但是 如果你的投資房 為什麼他們那麼害怕呢 因為有些新移民 都是有錢 賣了 有些未去已經賣了 當然 這件事 都是發重的 本來加拿大的稅率也算高的 現在高上加高 如果你是 賣你的投資房 賺超過25萬 其實 這個數字幾金 67% 是 就是 三分之二沒有了 其實 我們 我們 高稅率 都是 有些時候就差不多一半 其實我已經覺得 很心痛 你 你還67% 都挺狼胎 不是說笑 另外有些消息 也是 加拿大移民 開始湧向 在加拿大西部省份 一年激跡了20萬 所以 房價和租金都是暴升 原來這個卡加里辛 移民中心的負責人 叫 Kerry Ernest 他就說 員工已經忙到 他就處不到氣 因為 這個原來 非營利機構 是Alberta 最大的 移民難民 提供 語言 及其他服務 原來 他們現在 有5萬名 客戶 和 一年前 大幅增長 也說Alberta 已經 迎來了 歷史上 最大的人口增幅 因為 每日有550人 搬到 阿爾伯特省 其實很多港人都搬到 新移加 那裏 比 兩大城市 多倫多 和溫哥 有些東西是很貴的 但有些東西是沒有那麼貴的 當然 可能 覺得 競爭也沒有那麼大 不知道 反正很多 港人是搬到卡加里 搬到卡城 還有一位 也很有名 但他不是 新移加 舊移加港人 就是 全民 跟芒果佬很熟 不是全民 跟芒果佬很熟 就是高小姐 高惠賢 他好像也搬到Alberta 有記錯的話 他也會跟風 他很早搬到去了 Alberta一直在人口 會突然增加 因為之前他是石油和天然很厲害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搬了去 有這個求職浪潮 當時嘉賈跟我說 那時候他們那些人收入很高的 能源產業 後來 油價就跌了幾年 那些人就搬出來 現在也是 因為其他地方 兩大城市 安省 還有 卑斯省 兩大城市 即是溫哥華 安大陸省 當然是 芝丹多 因為那裏 有些東西貴一些 所以他們就走了 那為什麼呢 原來 現在這些新移民 包括那些新移家港人 因為有位 很有名的KOL 跟李小姐 是反面的那位 他都是經常介紹移民 去Alberta 他們的賣點是什麼呢 就是 那些房子 就稍為 Affordable 那裏的工資 亦相對高 房價亦相對低 但是 你這樣推一下 會不會高到某個程度上 會跟 其他 地方 差不多 都不出奇 但是現在暫時來說 都是比 大溫地區便宜 這也是事實 但是有加稅 有什麼有性 都是很困難 多困難 其實在加拿大 之前亦都是 很多的移民報告 亦都說 有些人拿了 封業卡 就走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物價太貴 令到他們出走 還有是稅務高 這個都是之前有人說 現在又是加了稅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我覺得最後都是自己 想一想 所以有些人想到很理想 把最理想的狀態 想去移民是絕對錯 應該是把最差的狀態 想想 就是 想想最多困難的時候 困難上多一點 之後 這樣反而是一件好事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